这些人我们瞧不起他 他们往生肯定都是 像我们这里所说的三倍往生 他属于上倍 他不是在中下了 而且他们往生肯定是十波转眼图 他的念蠢 他没有妄想 他没有咋念 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会生肾暴徒 道理就在这里 这个理事带着妄想带着咋念不蠢 那往生就是方便图 同居图 妄想分别执着三种都带着的 同居图 如果放下执着了 于一切法都不执着了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是方便又语图 不是同居图 如果一心成年 其心动念也放下了 六根在六成境界上 不起心不懂你 只是一个阿弥陀佛 谁做到了 那阿公阿婆做到了 他已经看着你 他见到你了 口里只有一句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出这一句什么都没有 你问他什么 他回答你全是阿弥陀佛 这叫一心成年 十四一心是一心 我们不知道 一心成年 一心无二心 这是平常人做不到的 也就是 地先法司所说的 红宗言教的大善知识 不如的 为什么呢 他还有起心动念 还有分别之处 你没有了 你就一句阿弥陀了 这一句弥陀就是自信了 自信就是弥陀 弥陀就是自信 能念之心是自信 俗念之名号是弥陀 弥陀就是自信 自信就是弥陀 结果变成什么 变成弥陀念弥陀 确确实实不可思议 所以生生性不可思议 能放下的 叫大善知识 放下什么 什么念头都放下 我就一句阿弥陀佛了 这人是大善之士 超过洪宗边角 超过明山宝沙的 主持方丈 超过